天主教台南教区以喜乐的心 配合台南市政府的台南400计划 于今4月6日全天在安平福尔摩沙酒店 以神圣温暖又欢乐热闹的多元活动 与台南民众携手迈向未来更美好的400年 400年来来自世界各地四面八方的人事物 像种子一样在台南落地生根 茁壮成一片共荣的森林 台南开发以来续集了400年的能量 也要带着这样丰沛的能量迈向未来 天主教会也是天主集助传教士们捎来爱的种子 落在台南的土地上要以天主的爱滋养这片土地 以带给社会爱光明与喜乐 天主教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表示 台南400福传400是这一次活动的主要的标题 台南400是台南市政府 福传400是我们台南教区天主教会 从这一次活动的这个logo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南400是直的 福传400是横的 一树一横合成一个十字架 十全十美 政府要造福人群 而教会要为国为民来祈福 政府是偏向于法律百姓的生活 而教会看重的是人性的提升 心灵的进化 是一个内在的 所以内外合一 一起来为民服务 我们以福传400为今年2024年目的的目标 福传就是传福 就是把福传出去 我们希望能够能够邀请400位一起来加入这个把福传出去的一个声音句 越多人来将这个祝福 这是正能量传出去 所以我们一整年整个教区都动起来了 我们要为更多的人来祈福 来祝福 所以我常常勉励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要用祝福的眼神 加上微笑的面容 来迎接 来对待每一个人 相信大家彼此祝福 这个台南市 甚至于整个台湾 真正的就符合了福尔摩沙的美丽之导 所以非常高兴 今天4月6号的大活动 终于启动了 看看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希望老百姓都活在平安健康细乐中 我真的衷心祝福大家 今天台南市政府民政局长江林黄 代表黄伟哲市长前来祝福至此表示 代表黄伟哲市长来感谢各位 因为这次我们跟台南交情 今天跟台南四百的活动 宗教的活动当贴合 所以今天特别有补出来四百 这个很盛大的这个活动 非常感谢我们台南教区所有的教友们 大家共同来参与今天这个圣会 所以刚才我特别代表黄伟哲市长送我们那个黄伟哲黄伟哲 还有林秦兰林秦子教的一个市长从立陶宛特别带过来的圣子的圣像 来祝福大家 这个非常的难得 这次市长为了国民的外交到立陶宛去建立一个解密室 他牵几条条了 然后就从立陶宛特别带这个圣像过来 我们都知道立陶宛是波罗迪安三小龙 他那个立陶宛有八尺以上的天地教的教友 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圣子教在立陶宛他那个时候是他的国教 他这个顾问所以从立陶宛带过来的这个所有的正向更为难得 所以呢 这个市长今天特别行程没有办法赶过来 特别要我过来送黄伟哲黄伟哲教 还有林秦兰林权主教这个圣像 另外也在这里代表市长来祝福 我们天主教所有台南教区 还有其他的教区的这个教友 大家都平安喜乐 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 天查对台南市政府一个主持 尤其市民新华议员在因为里面呢 也非常支持市政这个部分我相信 也是我们教友的这个一个光荣一个代表 所以呢在这里也谢谢市民新华议员很长 对市政的一个督导也非常感谢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宗教的公司 民政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业务啦 所以呢如果各位有需要市政府来协助的部分 大家就不要客气也可以透过 市民新华议员还有黄伟哲黄伟哲 天主教是重视祖先的教会的每次礼仪都会为国家 为社会的益处祈祷 在此清明时节4月3日的花莲地震救援期 今日的祭祖祈福典礼更显得有意义 在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的带领下 大家一同向慈悲的天父祈求福佑 减少人物的损伤增加救援的顺利 笃信天主教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夫妻因花莲地震堪灾不克利临 但是台南市政府市议会仍一本初衷的鼎力支持 民政局将局长社会局卢局长都亲自前来致议 观光旅游局野派代表都前来参与 市议会有近20位议员前来为施渝兴旺议员庆贺 蔡小微议员更全程参与令人感动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 总结架 5分之一